各位观众,欢迎收看生活调查团,我是showman 现在广州虽然过了立秋,但是天气还是非常炎热的 所以说秋老虎开始发威了 所以我们生活调查团 流鼻血竟然无缘,哇,很多导演不拍,什么事啊? 流鼻血了,流鼻血了 showman,流鼻血真是可大可小的 都是,来来来去医院找个医生看看,稳妥一点 凡是跟空气接触的地方 那么在干燥的时候的话,尤其是我们的鼻腔 在鼻腔的后上部 我们的血管是比较接近于我们的表面 那么它捏膜是非常薄的 这个时候天气干燥,这些血管很容易破裂 那么这种破裂造成了我们容易出血 所以这个情况实际上跟其他的疾病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么医生,那不就急着弄劲呢? 宇宙超今无敌最强 英天冻的一鬼神的十团大鼻湯给我补一下 有没有问题啊? 实际上这个鼻,对你来说出鼻血可能会更糟 那么我们说天气干燥的时候 这个血液循环如果是再加速 我们说说在大鼻的情况下的话 不单纯是说保不了水 可能会使这个血管破裂的机会更大 适量的喝点水是可以缓解这种症状的 哇! 喝水是吗? 那么我明白啊! 医生是不是要这样啊? 哇! 说什么? 你一口气灌了整支水 分分钟会会中毒的 在没多久之前就有一位孕妇 检查确定小胡子水中毒了 只不过说了这么久 我就不是很明白了 水本身是没有毒的 为什么喝水会喝到中毒的呢? 是不是这样的医生? 其实你不需要这样喝水 我们常称的水中毒呢 实际上是说使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分含量过高 这个水分含量过高的时候 就影响到我们的体液的改变 我们体液里面含有的蜡离子 陆离子 甚至其他的钾离子 这些成分的总量 或者是说它的浓度都会下降得很厉害 那么这种情况下来造成我们的身体里面 水渗透到其他的地方 而膝部会在血管里面 那么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过重 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肝生功能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甚至会水中毒 便医生还跟我们说 水中毒由较低纳血症 在正常的状态之下 人体血液当中的纳浓度为136-145毫模2每升 如果血液浓度低于136毫模2每升 就可以算是低纳血症 所以在接下来的实验内 我们将会以136毫模2每升作为参考证 刚刚听到医生说 原来水中毒是一次性喝大量的水 那我们究竟一次喝多少才对呢 等一会我就会和两位志愿者一起来做实验 有请 等会他就会喝200、400和600毫升的水 然后再检测我们血液内的纳浓度 提醒一下家庭的家庭观众 我们全部实验都是在医护人员陪同下进行的 你千万不要模仿 好了事不宜迟 实验开始 饮食 此件实验一开始 三位就已经咕噜咕噜地喝过不停 只需要两口功夫 一毫志愿者就已经将200毫升的清水一喝而进 而我们的showman也不甘是样 600毫升的水完全没有压力 看到水瓶里面不断下降的水位 我真是忍不住想叫你一声可眠宝宝 唉 终于一口气喝完了 究竟其他两位现在的感觉会是怎样呢 先问一下一毫志愿者 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当然了 你试喝200 那你喝400有什么感觉呢 好饱 哪有三毫才有什么感觉 我直接顶到上心口 哇 还有些想睡觉的感觉 好了 等下来看看我们三个人的血液里面的 纳含量多有多少 终于等到快验结果了 那我们见到呢 肺炎单上面显示的 我们三个人里面的 血液里面的纳离子浓度呢 都是超过130毫摩尔每升的 那跟我们原先遇上的水中毒的情况是完全不同 咦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行 立刻去问一下医生先 医生 我又想问一下 那我们平时这样喝水 就是要喝多少才会发生水中毒呢 如果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的话 如果靠单纯的喝水出现水中毒的机会是很少的 为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出现水中毒这个 就是喝水出现水中毒的情况下的话 水的摄入量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身体本身的调节能力也很强 那么我们身体会细胞内和细胞外 都出生有很多的那离子 或者是陆离子 甲离子这一类的东西 那么要靠单纯的喝水置换出这些离子 然后从尿里面排出来减少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麻烦的 也就是说要单纯的靠我们喝点白开水 或者是普通的水来置换出这些离子的话 实际上这个过程需要的量是非常大 那么我们说 你能够一口气喝上几身的水 而不去厕所 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改变你的基因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 如果一口气喝上这么多水 可能它还没有达到水中毒 它已经呕出来了 或者是出现其他的一些应激性的反应 所以单纯说喝水而出现水中毒 实际上是基本上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是很麻烦的 是不可能的 虽然通过实验我们知道 由于人体有自我保护机制 正常的情况之下 大量饮水导致低纳血症的情况 其实是不多见的 但便医生还特别提醒我们 其实一次过大量饮水 对补充身体水分是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感 比较科学的方法 是应该少量多次饮水 一次饮水在200毫升左右是最合适的 哎呀 喝水这么饱饱滞 但都越喝越颈渴 哎呀 美女在喝什么 水泥汤啊 补水润灶 你看我多好 哇 看一下 哎呀 喝雪梨汤真的可以补水 又这么滋润 不行 让我拿去调查一下 美女 谢谢 谢谢 好了 各位刚刚听到美女说了 喝雪梨汤真的可以清心润肺 那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补充到 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水分呢 接着来一起来做实验吧 我们首先请出两位的志愿者 Hello Hello 接着来她们一个会喝200毫升的雪梨汤 一个就会喝200毫升的水 接着15分钟之后 就看看她们血液里面的立浓度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变化 在这里 准备我检测 喝200毫升清水的赤者 夹离子浓度为3.93毫模2媒星 纳离子浓度为139.6毫模2媒星 而喝雪梨汤的赤者 体内夹离子的浓度为4.14毫模2毫升 纳离子浓度为139.9毫模2毫升 换句话说 饮用雪梨汤对于补充水分 真的有一定作用 医生我想问是否喝雪梨汤 会比这个饮水更加有效果呢 那么这个跟我们的理所的含量有关系 那么你们用点雪梨汤 或者是甚至说在雪梨汤里面加点盐 或者是加点糖这种情况下 作为一个糖盐水的一个标准的补充的话 实际上效果会比我们单纯的补水会更好一些 那么尤其是我们要室外工作 或者是有些人有运动习惯的这种情况下 从我们平时做来说 那么出汗多活动量比较大 我刚提出的那么一个小时以上 那么这个时候补水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一些矿物质含量比较多 那么我们常见的一些运动饮料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一般它都会添加一部分的糖分 还有呢就是钠离子 钾离子它都会含有 那么这种情况下 对于喝进我们体内 一个是补充水分 第二个它对保水的能力相对来说 会比补充水更好一些 那么在家里煮点汤 那么这个汤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一点 除了我们煲汤的物质 容出的矿物质以外 我们也会加一点点盐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么它补充离子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那么当然汤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这样也促进我们的食欲 对我们补充水分 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盘窗 除了医生提到的雪梨汤 蜂蜜水 可以润醋防晒 其实我们广东人 还有一味健脾去湿的润肺神器间 就是青宝粮 现在的青宝粮主要是以白癡 磁身 肉中 淮山 以米为主要材料 再配搭其他食材 做出糖水甜品等味性 今天我们去到美食大人 薰姐的家 听过她有好东西让我试一下 冰湯你试一下 是很好吃的 薰姐是什么汤来的 青宝粮汤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男女老少嘉宜 居家必备的老火灵汤 还可以消暑潤醋的青宝粮 哇 真的很好喝啊 淡汤 薰姐话说 在我喝汤的时间 你放这么多东西出来 搞什么呢 说明我教你15分钟 就高高粥出来 提前一晚 晒一晒一些麦 三个夜 然后大日 早上就用手插插 插烂它 然后粉水下去煮 15分钟就煮得很绵很烂 原来是这样的 那芬姐的粥就煮完了 那糖水又怎么煮呢 糖水呢 又是青宝粮台前浸一浸它 然后煮半个钟 用六碗水下去煮 煮完之后 半个钟之后 用雪乳浸过的 然后放下去煮 要加冰糖 为什么呢 因为冰糖会润一点 哦 见到Showman吃到咧咧咧你 我留了口水之余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青宝粮虽然说是 弱善价的万金油 只不过不是大人 小孩 寒底热底都适合使用 那就是把那些 厨师的稍微减一点就可以 就是将疫苗这些东西 减少一点就可以 原来听完医生这么说 才知道原来蜂蜜水 汤水都有潤醋 和补充水分的功效 看来今晚要叫妈妈 补充水分的火锅 补充水分的火锅 补充水分的荷水分 补充水分的荷水分的荷水分 补充水分的荷水分 有什么事 还流这么多鼻血呢 要找医生把眼膜才行 医生 我流鼻血了 医生 医生 我流鼻血了医生 我刚拍了节目 他又流了 怎么办 我上了一个鸟 還有一個猛按在我旁邊撥 接著我自己又捏住我自己的鼻 於是鼻血感就止住了 醫生 那我的頭髮這樣止血呢 合不合這個方法? 是不正確的 為什麼呢? 當你這個鼻腔開始流血的時候 你昂起頭的時候 在昂起頭以後它的血也 就送著氣管和食道 熟悉是經過食道 或者經過氣管以後會引起咳嗽 猛妥 又會引起它的敷牙更高 這樣會引起你的鼻再次出血 這是一種方法不正確 其實呢就剛才你說 擠壓著鼻甲 這個方法也是不正確的 接著鼻甲以後你的血液 沒有辦法從外流 而且也是一樣的 它出血量大以後 也是送個食道或者氣管超厚用 這樣也會引起 食道和氣管的一些反應 會導致你的這個更大量的出血 這也是一種方法 其次呢就是 中意狗呢? 對 這個人中呢 它是一個中意理論 當你有些對這個鼻血的這個 血的一個敏感 或者是淤血 或者你大量的視覺 導致你的就是休克 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就是旁人或者是我們一些應急措施呢 壓人中這對方法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一般的情況下是不採取這種的 最好的方法是在究地發泄醫院 或者或者大腰臉 或者到究地的醫院去救治 這是最正確的方法 哦 那有沒有一些即刻就有用的止血的方法呢? 對 要是平時我們一般要發現 簡單的出血的話 首先是用 因為搜索它的血管 搜索它的血管 我們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用涼水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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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平室 平室就是也不要羊头太长 也不要太高低头 在我们的平室状态下 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去用凉水去冰浮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小翘芒 就是你开始左鼻孔流血 还是右鼻孔流血 要是左鼻孔流血 我们一般情况下参与是把右手举起来 对这是横法的方法 要是左鼻孔流血就是右手举起来 要是右鼻孔流血 我们就把左手举起来 这样可以怀战它的流血量 纳秋二角 天气转良 户外活动一样会中旋 那外出旅游 怎样防暑才是最科学呢 传言片讲 查了再讲 生活调查团稍后为你调查 在上一节我们就知道 正常的情况之下大量饮水 是不会导致水中毒的 但是纳秋二角 天气转良 户外活动一样会中旋 户外活动用什么装备才可以有效防暑呢 传言片讲 查了再讲 生活调查团马上为你调查 前文书接上一回 欢迎各位观众回来生活调查团第二节 在上一节我们听完医生说 学会了怎样补充身体水分 还有还有止鼻血之后 我整个人当堂松了 于是约了一位家人陪我来到动物园 一起来磕碟 上下花 入蜜思 小姐又来 小姐又来 呃 呃 介不介意我问一句呢 大热天时你包的这么密实 你不怕中暑吗 大热天时才是中暑而已 现在应该不抽了 怎会中暑啊 又好像是吧 文霞医生先 先生你好 我又来麻烦你了 我听我朋友说 他说秋天都会中暑 现在都立秋了 怎会中暑呢 实际上广东的秋天 它的湿度是明显下降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会加速我们体内的水分的丢失 那么温度高 体内水分的丢失比较大 那么同样也会出现一个中暑的情况 那么一般中暑有什么症状呢 那么实际上轻度的脱水的话 我们会感觉着口干舌燥 那么这种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有些人开始脱水比较严重的时候 那么可能会出现头晕 眼花 甚至最严重的时候 会影响到我们的肝生功能 甚至有些人出现一种 我们所说的张望的状态 那么实际上从常说的语言 就像一种很离乎的状态 那么再严重的时候 甚至可以出现死亡 另外中暑除了医生所说的头晕 症犹等症状 还会出现心跳加快 血压下降 温度调节敏乱的现象 所以接着下来的实验 我们就以战者的心论 血压以及温度作为判断 是不是中暑的参考 那在秋天这么干热的情况下 究竟什么情况才最容易中暑呢 我们又回到动物园 还请了三个战者来帮忙 有请他们登场 好,那我问一下她用什么方法烧水 美女,你的烧水方式是 当然是炭空调 不然我妆都用完了 你又妆吗 如果是我的话 平时一回到家太热了 所以我就会打开冰箱 看到里面有什么冷的东西 我就会先喝下去解解暑 那就真是very good 那当然不行了 应该好像我这样 心静智良 嗨,大家跟我一起深呼吸 嗨 好了,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消暑方式 接下来他们会自由活动20分钟 再用他们的方法去消暑 然后再看看他们每个人的心率 血压和温度有什么变化 不过在开始实验之前 要查看他们的原始数值 在开始实验之前 我们先来记录一下 三位自愿者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心率、血压和体温的原始数据 接下来我们将会请三位自愿者 在圆区里面活动20分钟 哇,一号自愿者你好 怎么样 在这里享受了这么久 感觉如何 不错,低空调及凉 很舒服 嗯,不过身体好不好我未知 不如这样吧 先猜一下你的毒素先好吗 好 见到一号自愿者 嗯,体温降低了少少 34.2度 至于血压呢 咦,都是下降了的 上压是112 下压是83 至于他的心跳呢 亦都是快了跌的 就104次每分钟 OK 接下来我们再找其他两个自愿者 好 那慢慢继续享受吧 好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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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两个 哎呀,哇,在外面呢,真的行来行去,那么久我都差点中暑了,不齐啊,怎么样啊,两个 现在刚刚灌了一支这么厉害的冰水 肯定凉浸浸浸了 哇,应该好像我这样的 深呼吸完之后呢,整个人都很怅怀 嘿,说什么都没用啊 最重要是看他们现在身体上的那三个数字的变化是怎样 就一目了然啊 做测试啊,来来来,来先 经过测试三位自愿者的心跳,血压和体温 我们发现户外活动过后,立即走入空调房的一号自愿者 以及喝了一支冻水的二号自愿者 心跳都出现了加快的迹长 而血压也都有所下降 只不过体温就没怎么下降了 心跳加快,血压下降,体温升高 这些同胺线专家提到的中雪的症状是一致甘 提到这里,我就不太明白了 空调和冰水按道理都是小鼠神气的 为什么反而会引起中雪的症状呢 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我们不把它单纯称作为中雪 但是呢,我们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运动以后,我们的体温或者是散热会比较明显 那么这种情况下,散热明显的时候 你突然间到了一个温度低的地方 这种散热突然间会减少 会减少,就是说可能会有汗出不来的这种症状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实际上来说 会加重我们这种所谓的中雪这种感觉 我们感觉好像跟平时中雪的方法 就是说感觉的异常的方法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在一个体温高的情况下 突然间来的一个很冰冻的东西 我们的内脏器官,尤其我们的胃 可能接受不了这个温度 或者是说我们根本调整不过来 那么很容易出现胃痛 各位听到没听到没,医生说了 在剧烈运动完之后 千万不要立刻入空调房,炭空调 还有喝这么多冻水 因为这样会更容易中暑,知道没 好了,接下来我们又要去调查一下 在抽油或者出外活动的时候 用什么装备防暑最好呢 所以我们继续请来三位志愿者 和我来做实验的 那他们一位是会担借的 一位就会戴帽 另外一位就什么都不用戴了 那就在日下自由活动30分钟 之后看看他们的身体上的温度有什么变化 那开始实验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现在的身体温度是多少 好了,感谢各位,自由活动时间到啦 好了,各位团友,够钟啦,集合 接下来呢,经过半个钟之后 看看他们身体的温度有什么变化 第一位就是担借的 他的毒素是30.4度 他的毒素是33.6度 看看你有多少,什么都没戴 他也是33.6度 所以说今次调查结果就是 担借是最防暑的 恭喜1号 当我实验我们发现 戴帽虽然可以遮挡一定的阳光 但是戴帽的时间太长 头部会分泌大量的汗水 在帽下方形成湿热的小环境 没办法排热 反而会令到头部升温导致中暑 秋冬的紫外线辐射其实比夏天更强 所以秋游的时候要更加注意防暑 各位观众 今期关于秋季秋老虎养生保健的问题 我们调查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生活调查团的节目讯息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